第四代老闆 接下家裡的事業 在老味道中加入了新的創意 他專尋阿宗那一輩 傳下來的技術 餅皮從頭到尾都要自己做 同時又開發出新口味內餡 不再只有基本的牛肉口味 還推出香農起司 連外國的觀光客都愛不釋口 吃飯什麼 這個 小姐要什麼 好 妳要一個 兩個 好 好 好 平日週間下午兩三點 新竹城隍廟舊城區周邊 剛出爐的餅箱 蔓延一整條窄間 這是左鄰右舍唯一能夠慢慢來 不必跟假日遊客人擠人的 皇家獨家下午茶時間 這個皮還滿酥的 然後餡料很香 然後因為我喜歡它那個就是 會流汁就是爆漿的感覺 你今天買幾個 27個 27個 先把它買30個 吃胡椒餅以前幾十年就吃胡椒餅 在台北那時候 那味道好不好 當然好還不好都那麼生意很好 一定是餡跟餅 那就外皮都要好吃 才喜歡 撕開餅皮 芝麻粒掉滿地 湯汁滴滴答答 絲毫不誇張 簡直就像餅衣裡 預先盛滿半碗牛肉湯 下一顆再剝開 氣色瀑布流線滿盤金黃 但你一定想不到 鄭家的胡椒餅最讓人著迷的 其實是這張越嚼越香的餅皮 我會聞它的味道跟那個柔軟度 對 像外面坊間 他們除了餡料做不出這個味道之外 他們的麵粉也嚼不出像我們這麼有麵香 然後有點Q又不會太Q 這種老麵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家的皮算是滿厲害的 起來錢會加點油才不會黏 鄭家的胡椒餅飄香超過80個年頭 第四代老闆鄭傑仁遵循古法 水麵 生麵 老麵 燙麵全都來 因為這是阿祖那一代就有膠帶 不得少也不能擅自變更的細節 剛剛拍這個聲音是 我們會聽那個聲音 看那個回音的感覺 對 對 不是 鄭傑仁得要手耳並用 因為麵團的熟成度不能光憑觸感 還要靠聽覺 聽出今天的麵皮 是不是一如往常 頭好壯壯 等比例一塊塊分切 再把發皮包進油酥桿卷 咬進肉餡 看清楚了 這一插匙就是兩大塊的豬手肉 接下來再換兩插匙 三插匙絞肉接力 層層疊疊 眼看皮都快破了 最後又塞進一個巴掌量的三星蔥花 彈指間一捏一推大功告成 根本蜜的便宜無福 像這種程度的餅就是 要發不發 要爆不爆 這種餅最好吃的 就是老麵程度有發到 但是又不會過頭又剛好這樣子 蓬蓬的這樣子 快爆快爆 好酸 好酸 但是它很好 像一碗的醬 但是它很好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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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對它很喜歡 所以新的東西 好酸 一直在吃 我覺得它還有麵 還有麵 還有麵 起司 牛肉 就連紅豆泥都能包進胡椒餅 從小繞著爸爸的烤爐打轉 吃膩了傳統口味的第四代 本來也只想在餅皮內找點樂子 新鮮好玩 如今正潔人烤著烤著 卻烤出使命感來 覺得做餅的時候 有一種警惕要把它做好的感覺 就覺得做不好感覺 主旋都會爬出來 不管創新還是守成 老字號胡椒餅 有著外人模仿不來的從容自信 或許不敗的秘訣 正是代代子孫的孜子不倦 原本是從事營造業 空閒的時間興趣就是 用搖爐來烤麵包給孩子吃 誰知道他們的手藝實在是太好吃了 吃過得大力稱讚 當夫妻倆決定把興趣變成主業 他們不斷的研發新口味 除了最受歡迎的蜜菊吐司 老闆娘更是發揮創意 做出仙草乳酪吐司 特殊的口味呢 成功累積了一群死中的消費者 都市叢林裡吹煙鳥鳥升起 屋內植壁一樓勾的造謠 早已是個大悶鍋 長鐵鉤坑坑坑坑地在爐子裡挪動 不一會兒模具被勾了出來 桌子一扣吐司輕鬆脫模 連帶的也震出絲絲柑橘清香 不能離開這個乳 不能 這個時候就是最後階段了 成敗就是這幾分鐘而已 滿是老婆誠意的吐司 不能搞砸 十里吟小心翼翼 四十歲是人生的分水嶺 這雙手從施作景觀工程 變成烤手 每一個脈絡就像綠地美化 從裡到外都要講究 好 這樣烤手也漂亮 一定要烤到有一點上色 那個焦糖香 層次的風味才會出現 這個就是我們對這個食物的要求 我們有去過台北參加麵包節 我們從新竹到台北去 很多客人到了第三天的時候 我們要結束了 他跑來第一句話 你今天有沒有那個蜜菊吐司 他怎麼會知道 可能第一天就來吃到了 等到我們最後一天要回去了 他趕快再來買 就是說我會很感動說 這個味道已經在他的心裡 在他的記憶裡面已經留下印象 蜜菊吐司裡的精華 就是蜜菊皮 它很好的是說 它完全完全百分之百 利用到這顆橘子 完全沒有浪費掉的 連皮連裡面的果汁 當三月甘蔥大爆發 就是最忙的時候 帶會心會和一群好友 才會上千斤的水果 廚房變成加工廠 大家又切又剝的蜜陳醬汁 供應一整年使用 蜜香或者麵香 正是每天早上六點 來到他們家就可以聞到了香氣 蜜香它需要25分鐘 瓦斯烤箱22分鐘 那柴火只要18分鐘 時間的遞減會造成什麼原因 就是它的水分的流失減少 所以你吃起來的感覺是不是濕潤 非常的濕潤的一個麵包 當興趣變成主業 結束動輒一圓起跳的營造生意 一起上烘焙課考證照 將在地物產放進窯爐裡 但女主人天馬行空的發響 初聽到連總會黑掉一半 仙草乳酪吐司 通常大家聽到這個仙草 就會平下腳步 仙草它也可以做成吐司 然後我們就突發行想 就是去找了關西農會 不僅把吐司染黃還要染黑 帶會心一雙翹手 像是魔術師變呀變的 總能出現意想不到的驚喜 大家已經習慣很濃郁的味道了 因為之前都吃了很多香精香料之後 大家第一個問號就是 那它有沒有味道 那我說你仔細品嘗 你慢慢咀嚼之後 它產生出來的味道 是非常的清爽 不怕困難 只怕無心解決 雖說造謠聲勢 但夫妻倆同心協力 學習 探索 400度的高溫 讓兩人再度燃起 對生命的熱情